欢迎收看 理财大人秀最长寿的单元 存骨底bug 好 永远都有bug 可以来删 来想办法纠正 那今天这一集要来讲什么呢 事实上如果回顾今年 毕竟现在也已经是10月的下旬了 回顾今年 有没有参与AI的新风作浪呢 还是呢 存骨的人你有把持住你的初心 继续存下去呢 相信每个人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但是可能您万万没想到的 随着最近AI股的上冲下息 很多人在里面受伤的时候 有一个类股 它却是缓步 缓步 今年买它是不会受伤的 就是金融股 金融股是很多人 以前存股的首选 但是在去年有防疫险的问题 有美债下跌的风暴 很多人觉得存金融股 好像只会亏了一屁股 可是今年如果你要重新开始存 好像有点信心冒出来了 所以谷渝今天要来教你的就是 如果你真的厌倦了 在股票市场上冲下息 想要好好的存股 重新来看金融股 到底它还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因为这边的话我也必须讲 有人觉得金融股不是好的选择 为什么 因为去年那样真的很吓人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海外投资 对 然后当然防疫险也许是一个突发事件 可是也凸显出来 如果今天你卖错了一个东西 也会造成相关股票的下跌 跟它净值的减损 到底怎么样来判断 它是一个适合长期存的产业吗 你如果今天讲的是长期投资的话 金融股绝对是适合的 而且我觉得 我们在检讨这个防疫险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检讨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如果在看去年的新闻 那个很多做残险的不是都出来挨了吗 明明就是政府逼我们要去承接这个保单的 结果出事的时候 好像我们就变成契鹅一样 一定要去把这个所有相关的损失都吃下来 而且政府在中间好像有一点点没有诚信 因为你突然变更了赔偿条件 那导致他们原本不需要付出这么多代价的 然后就一泄千里就一路下来了 可是你还记得吗 我们以前是怎么讨论金融股的 金融股这个产业它只有一个特色而已 只会赚钱 好你讲过 对没有错 虽然他只会赚钱 但是他也会有像去年那样倒霉的时候 那我问你啊 他去年那么倒霉 他赔钱了吗 有的可能有一滴滴喔 但大部分是少赚啦 他是少赚而已嘛 对不对 但是他基本上呢 他全年还是赚钱的啊 那到了今年来讲的话呢 还是一样 继续赚钱 而且你看我们看最近的这个新闻 这是九月份的新闻 你看喔 这个有七档金融股好会赚 有一些呢 甚至前八个月的累积获利的比去年还高啊 这是九月的新闻 事实上呢 我们在录节目前的话 我稍微更新了一下 不是七档 变八档了啊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 现在才几月啊 现在才十月呢 我现在才公布九个月的获利而已 就比去年一整年赚的还多了 你说这个产业有没有前途 有前途啊 因为他就是只会赚钱而已嘛 是不是 所以我们当然在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不能够只秀这个给你看 来我帮各位呢 把资料的部分都整理好了 来我们分两个资料来看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看 一到九月跟去年的一到九月相比 你有没有发现 绝大部分的金控股 都呢 赚得比去年还要来得多 甚至你看哦 这一家过分了吧 它的成长幅度呢 是比同期的话呢 增长了接近九成的一个幅度 是 你说它会不会赚钱 超会赚 然后呢 其他家公司的话呢 基本上也不弱 只有几家 跟去年的整个九月比起来的话呢 稍微差了一点点 可是哦 这是跟九月比哦 我再给你看一个更惊人的数字 来 如果呢我们是跟去年的一整年相比的话呢 来 注意看 有没有几乎每一家 全部呢都已经超过去年了 所以你看 我们这个达成率这一排的数字 只要呢超过100%了 就代表它目前一到九月赚的钱 已经比去年还要多了哦 好这边也顺便看一下 刚刚谷宇讲的哦 其实去年不是没赚钱 对 是赚的钱缩水了 对缩水而已嘛 对不对 你看像今年的话 又被人家炒了一整年的那个债券 可能有一些危机出现嘛 那又怎么样呢 人家前九个月 就已经赚了比去年一整年还要多了 你说 这个产业它的特色是什么 来我们再帮各位再复习一次 我做那个一个全途的说明来给各位看 一句话 金融股什么都不会 只会赚钱而已啦 好不好 所以呢 你今天问我说 金融股可不可以做长期投资 绝对可以 只要你能够呢 忍受它中间很多乱七八糟的一个消息 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消息 听起来就很烦人啦 但是这边还是必须强调 像去年讲的这个所谓的升降息循环 造成了美债的涨跌 它其实是一个大的趋势 对没有错 并非完全不能预测 对 那你在这个大的趋势的情况之下 那你只能够去接受这个成 这个结果吗 你说你要去做避险的动作 这个其实也蛮难的啦 对不对 而且你看像今年的那个债券 它整个升级循环已经到期之后啊 你看这些金控股啊 哪一家呢 不是把钱全部都投到债券市场里面 拼命去做买进的一个动作 这代表什么 代表的是当金控股 它目前呢也非常看好 你的升级循环到尾身之后 接下来的债券市场会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就算短期是亏损的 I don't care 我这个会赚钱的人呢 我就是赚给你看 我买赔钱 可是我最后出手了 一定是赚钱 所以你看哦 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呢 帮各位去做了一个整理 事实上呢 以今年呢 它的获利表现 跟它的一个股价的数字比起来 哎呀 没有跟上啊 谁没有跟上谁 所有都没有跟上啊 你知道吗 你知道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会出现几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比如说你说像那个 我们刚才看到像那个富邦金 国泰金 开发金 玉山金这些 都已经赚得比去年还要多了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啊 以国泰金为例啊 这个真的很夸张啊 10月17号的股价 45.25元 你知道它十年限是多少吗 它十年限是46.8元 哎 那根本就已经贴在一起了吧 是不是 这合理吗 这科学吗 对不对 它赚很多钱耶 可是你却给它 这样子的一个股价表现 所以你认为它的产业复苏 或者获利复苏 股价却没有跟上来 对 它是没有跟上来的 这是以国泰金为例 还有另外一家 我也觉得很夸张的 像这个中信金 你知道中信金 它呢 在目前整个 那个获利的成长率 跟EPS上面 它是所有金控的第三名哦 可是第三名 你给它多少本益比 9.4倍 这合理吗 它不赚钱了吗 它赚少了吗 它也是几百亿几百亿在赚耶 可是呢 却只有这么一点点的一个 本益比的一个表现 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在看 这个整个相关数据的时候啊 你会得到一个概念 今年的杂音真的很多 所以呢 让那个金融股的部分 虽然它的获利不停的在成长 可是呢 它的股价完全没有跟上 那其实我们在看金融股的时候啊 你也不能够怪它的股价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杂音真的很多 比如说像 这个 十年起的公债殖利率 这个数字啊 让很多人吓了一跳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呢 到了年底啊 很多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比如说像这个 美国政府又要关门了 对 你知道吗 那个关门呢 听好多次了 而且以前有关过啊 大家就爽放假而已啊 但是没有一年关两次吧 是不是 一年关两次吧 对不对 那 而且呢 你看到 它那个每次关门协商 然后 给你放行之后 你会发现 它不是给你放一整年 它给你放可能几十天而已 接下来就没钱了 所以呢 你看到到年底这段时间 有可能开门关门 开门关门这件事情 会搞很多次 所以殖利率的部分 又继续往上走了 然后呢 再加上呢 最近有一个9月零售数字 超乎预期 你知道 这个数字出来的时候 我的内心充满了纳闷 美国人怎么了 利率越高 他们呢 反而呢 在零售销售的数字越好 是怎样 把你的钱抽走之后 然后你家后面 有一个金库就对了 然后把它挖出来 继续消费的概念了 完全 没有因为升息的关系 把这个什么零售啦 非农啦 CPI的数字 很快的把它给压下来 没有 所以 在这个时间点的话 事实上呢 大家都很担心 整个殖利率的部分 会往上走 那 如果大家对金融股有印象的话 那他们都会很担心 如果殖利率一直往上 他手上那一大堆的债券 是不是又要持续的任劣亏损 所以有一个 感觉很大的地雷在那边 所以金融股的表现就会不太好 而且呢 还有一件事情 什么事 你看有这么多事情 不是啊 你不觉得投资能存他心惊胆跳的吗 没有 所以我以前就告诉你 该怎么做了嘛 对不对 你就把那个APP刪掉啊 电视关起来就没事了嘛 那就看不到你讲这一段啊 对啊 你这样讲好像也有道理哦 是不是 那其实我们以前在做金融股投资的时候啊 有一件事情大家都很关心 就是呢 他的鼓励的政策 是 以前我们讲那个金融股啊 都会第一个跟什么来做一个联想 对 他是一个高值利率的一个产业 可是后来我觉得有蛮多股票的值利率比他好耶 对啊 就是个股的部分 后来这些高股息的产品一直出来之后 才发现 原来金融股的值利率不怎么样啊 是不是 以前我 好像连这个优势都快没有了 这个优势呢 我觉得这一两年应该是会看不见啦 这是有原因的哦 首先呢 我帮各位整理两个金融股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 一定要注意看哦 首先第一个 这个是在年初的时候 针对金融业的鼓励发放 他有一个禁令 就是呢 你要满足特定的条件 你才能够呢 去发放你的现金鼓励 那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跑出来呢 就是因为 债券的价格的那个损益认裂 它造成了一个问题 这个是针对2022年的问题 可是 没有想到2023年这件事情还是在哦 所以呢这个限制还是在的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是最近的消息 今年9月的时候 金管会呢 去做了一个压力测试 我们以前常常在讲说嘛 哎呀这个压力测试就是个模拟而已嘛 对不对 虽然呢 条件很艰困 但是 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大家都会通过嘛 对不对 可是这一次没有哦 你看哦 这一次整个测试出来的结果的话 它告诉你什么 有三家银行 五家保险业者 在呢 压力测试的情境之下 没有过关 它必须提出资本改善计划 来 赵华问你 什么叫做资本改善计划 是不是就是现金增值 嗯 现金增值是干嘛 是不是跟股东要钱 嗯 奇怪了 我都还要去跟股东要钱呢 请问人家 你还能够发现金鼓励给股东吗 没有错啦 这就是那时候大家在调整现金鼓励的时候 大家在complain的一件事情 是没有错 对啊 对啊 可是这件事情的话呢 现在九月份的时候做压力测试才发现 事情大调了啊 怎样啦 有很多家没有通过啊 以前是大家都通过啊 这一次的话 竟然很多家没有通过 而且通过了你也不要太开心 你知道为什么吗 里面有一个重点哦 有多家的保险业者的适足率跟净值比 比两年前的均值还要低 也就是说什么 后面很多家通过的 有很多都是敌控肺过 嗯 那就代表什么 代表我现在呢 如果呢我们让这一些金融业者 很大方的去发放他的现金鼓励的话 他的适足率跟他后面的这些监管 可能就会出问题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金融业哦 我们帮各位做了一个结论 降息巡完 在没有启动之前 只要呢这个债券的任劣减损的影哟还在 请你不要对他的一个现金鼓励 抱持太大的一个期望啊 嗯 好 所以但是降息循环再怎么样 看起来明年下半年还是有机会啊 是是是是是是有机会嘛 但是 但是也只能说有机会哦 对对对对 但是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很难说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投资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跟投资朋友做一个分享 就是说 呃总体经济的条件啊 都是跟随着当下的一个现况 嗯 他不停的去做调整 所以呢有可能你在年初看到的情况 跟你在年底看到的情况 他会涨得非常的不一样 好 因为我听完你这些啊 我怎么觉得你在鼓吹不要纯金融股呢 诶 不是这个样子的嘛 我们在跟各位讲说啊 你对金融股的现金鼓励啊 不要有太多的一个期待 但是呢 金融股本身的获利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他只是被绑住了 好 所以未来还是有可能松绑的 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所以呢 我们在荣耀班就要帮大家做一个大比拼了 什么大比拼呢 刚刚赵华其实有提到 很多金融股以历史的殖利率来说 好像在今年看起来 也不会比一些高息ETF来得厉害 可是现在有一个东西哦 金融股今年虽然是没有什么大跌 但是也没有大涨啊 它的股价被压在这边 它的入手价也比较亲民 这是很多人喜欢的 那很多高股息的ETF 今年因为买到了AI股 咻 涨很多对不对 现在你要买就想 AI股现在在跌耶 我会不会赚了股息大赔价差 荣耀班就要来告诉你了 在此时此刻我们要买被绑住的金融股 还是勇敢地再去加码高股息ETF 哪一个让你赚到的力会比较多呢 哦 哦 那一切都准备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